春节花钱太多导致爱情有压力或者是冲突 自己想要理性地和小孩进行交流 但父母却对小孩宠爱有加 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处理 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亦是水平座新月 月亮与太阳合向在水平座19度15分 新月与火星四分向与金星凯隆30度相位 同时新月正在慢慢地离开土星及天王星的六分向 新月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农历新年又刚好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刻 水平新月为中国春节这样一个充满了节日喜庆氛围 和家团圆的日子带来了一些冷静和理智 也带来了一丝距离感 水平今期攀nov 水平和 Img consegu寻找到 水平車新月 水平自家 museum